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DE 今天前面要介紹的這款 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為都是一直差不多的樣子 而且每年也不知道重複上架幾款了 奇蹟MU 經典之戰 遊戲在中國叫做天使之戰 在今年1月13號公測 開發上是中國的凱因網路 一間靠傳奇遊戲起家 並將其做到極致的公司 但也是除了傳奇以外的遊戲都不會做 而當年的渣渣會廣告 也成為了B站永遠的謎 我是江教輝 趕緊過來看完南越 我上次提到這間公司 已經是半年前的雲山之約了 不知道當時有位留言說很好玩的觀眾 如今封頂了沒有 而目前雲山之約的營收也接近快死去了邊緣了 真的只差少個時間發個公告而已 而奇蹟MU系列 往期也科普過了 一樣也不多說了 台灣代理是魔方數位資訊 我算了算除了原廠 像是艾瑞兒 GMAI 易亨 迪諾 他們都代理過相關系列 這次也算是湊齊了第五位神仙級別的代理了 為了宣傳這款遊戲 找來傳奇廣告的老面孔 陳小春 還有消失一段時間的Tank 有時候也不是想要抱怨什麼 但很多遊戲都是想靠藝人來吸粉 像是最近的零星爐 FIR 謝忻等 說實在 好的遊戲 單靠內容宣傳就足夠了 而不是只有藝人廣告跟預約抽抽抽 只能說韭菜以前真的太好賺了 而遊戲方面 可謂是非常的復古 這開頭真的是夢回1999了 外加這堪比早期豆豬風格的職業選單 別說什麼經典重現原汁原味了 每年都說這一句句句都一樣 但白話來說 不就只想繼續靠低成本割韭菜嗎 顯示器 周邊的設備 都在追求提升的時代 還是不斷端出這老遊戲品質要玩家買單 當然對此還是我不找始終的信仰 我是不懂 但也不想懂 舉例像暴雪第二的童字版 即使是款老遊戲了 但不論畫質跟內容都有更新 玩起來也至少是符合這時代的產物 廠商要朝人犯我們意見 但如果只是一成不變 真的是連上桌給人品嘗都不夠資格 那這遊戲真的也沒什麼好說了 介紹每一秒都是多餘的 自動一路掛機到官服就好了 尤其這種機制越單調的遊戲 外掛跟工作室就越多 如果你真的只是想體驗懷舊 還是去找PC版吧 那就不騙各位官片時常了 我們繼續下一款 江湖悠悠 這廣告打的比較少 相對來說是偏冷門的作品 開發商是中國的武漢網弦 為該公司旗下的第二款作品 而第一款點燈人 就是一款很簡單的小遊戲 沒什麼值得提的 台灣的代理是新秀科技 最近一次出現在我的頻道 是那款新生計畫 依照遊戲開發的進度 如果沒有提通跑路的話 也是要等到明年才上架了 但說到明年 很多怪物級作品可能都會出現 你這...來得及嗎? 反正我對這間代理也是沒什麼好感的 感覺就是到處找遊戲趁金流 之前那款消往日本的垃圾山海 也在上個月停運了 目前也就日府營運的伊蘇六 勉強狗活著 所以這次交由這間代理來營運的話 我個人也是不怎麼看好 外加本身的遊戲性有點... 一言難盡 雖然想靠黃阿瑪連動來拉抬人氣 但老實說啊 這跟遊戲本身真的太不大嘎了 遊戲的調性跟之前那款 帶著人生去秋仙有點像 都是主打佛系放置金銀的玩法 整體偏小眾題材 在中國B站上也沒有引起太多的熱點 有種像是武俠版的旅行青蛙 遊戲名也確實很切題 玩起來非常的平淡 開局玩家可以選擇男女性別 之後經過簡單的過場後 就可以開始你的旅程 美術畫面一般並不是特別經驗那種 但透過天空的雲彩 小屋的瓦片 遠山的瀑布 溪流的流動 偶爾路過的居民 整體營造的家園感十足 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經營生活 資料給被我們診斷生病的大神 通認給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喜歡坐在屋頂上的美女 釀酒給在旅途中遇到的江湖過客等 以及準備好行娘 遊歷江湖 而材料除了靠平時種菜取得以外 也能透過遊歷等方式來取得 而在探索江湖中 也會有各類的事件觸發 有點像是到玩寶可夢的感覺 但並沒有貫穿一切的主線劇情 都是各種無關緊要的小事件組成 而戰鬥方面算是有點重點 但又好像不是那麼重點的內容 說是重點是因為它被做成課金項目之一 因為遊戲中還是有人物的素質養成 包含裝備、武學升級等 而武學主要是要透過課金來獲取 代表還是有其權重 但又不是那麼重點的原因是 遊玩前期的步調都很慢 悠悠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等待收成 或者角色遊歷返鄉後的收益 並沒有強制PVP的養成 所以就算不課好像也無所謂 但這可能只是前期體驗上的錯覺 看後期入版的玩家評價 廠商為了想辦法營運 在素質養成方面還是設了不少門檻 讓通貫難度變高 養成的週期變長 導致一般玩家 玩的不休閒 課金玩家 玩的不開心 而遊戲體驗上 其實真的過於普通 甚至玩法上有點單調 要素看似蠻多元的 但組合起來的互動性並不高 也無法自在操作角色 單靠類似開心農場的機制為核心驅動 缺乏主劇情 支線內容也很平淡 打造出來的世界觀 既不江湖也不休閒 老實說很難吸引我這類玩家持續而玩 假設一部貼著江湖的影視劇 沒有兒女情場 沒有快樂恩仇 沒有武林爭鬥 整天在那邊種田白爛 我想應該沒有人會想要看吧 或許廠商該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結論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仇難卻恩怨無盡 我想過去很多遊戲會被稱為經典 是因為當時設備受限的情況下 開發出來的遊戲性極高 能讓玩家有相當好的體驗 像當年的RPG製作大師上 就有玩家自製不少有趣的作品 不斷挑戰並突破框架下的可玩性 或者是現在的麥塊等 即使是簡單的玩法也有無限的可能 但如今科技日新月異 可玩性卻在不斷的倒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